動物可愛片 好 我們現在來製作我們的動物可愛片 首先 好 印完了 印完之後呢 我們要帶到我們的人錶機 因為我會附上一個 有的是亮模 有的是亞光模 這個模就是 上了會有霧面的效果 對 我們把模撕好 然後還有一個增加功能 就是可以防潑水 然後我們就先黏一角 放好 黏一角 黏一角 黏完之後 我們就會放進去這裡捲 捲了之後我們把這個攤開 慢慢的 有沒有 這是人錶機 它就可以完整的 不會有氣泡 好 你看 它上面就有一個感覺就是有沒有 反光 沒有反光 但是它是有霧面效光的感覺喔 有沒有 再來 我們需要因為我們的這裡PUPS不夠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割製墊 連廠 連廠我們的割製墊 然後我會先對齊 就是基本的對齊 因為它這是有製黏性的 它黏度不會很高 我們對齊我們這個割製墊 對齊 好 壓一下 對齊之後 我們到我們割製機 割製機基本上它是62 有沒有 62公分 它是720光學苗邊歌之機 然後 看到我們要的滾輪 我滾輪只要對到這兩個點 有沒有 這兩個點 均勻的壓在我的直上 然後我一樣再來 我要對齊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 這個 用字典去對齊我的水平線 一定要對水平喔 水平要對很準 然後這裡推下去 它就壓緊 壓緊之後呢 再來到我的連機托機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呢 它顯示XY走 現在是00 左邊就是左右移動 有沒有 左邊就是左右移動 然後上下就是滾輪前後移動 滾輪前後移動 然後 再來 我要對到的地方就是 這個位置 我等一下會開紅光 它會出現一個紅點 我紅點必須在這邊 它才會開始走我們偵測 所以呢 我先這樣子 過來 過來 到這邊 紅光按下去 有一個紅光出現 紅光出現 好 左右移動 有沒有看到這個紅光 確認之後 我們就按 再來 紅光確認囉 我們要到上面 這邊有個確認線 按下去之後 確認 然後我們只要知道我的速度跟壓力 基本上 速度一開始我們都先從150去做就可以了 然後壓力我們也都150 120 120 然後就確定 確定之後呢 再到 我們的格子機這邊 按添加 切割作業 按4 然後 這裡有沒有 它也有跟你說 紅光要在哪個點 這裡上面都有指示 我們按START 然後再回來我們格子機 有沒有 它就開始偵測 它就開始掃它的條碼 專屬條碼 有沒有 它就掃這四個點 在後面 好 它等一下就開始割囉 有沒有 它就開始切割 雖然我們現在看不太出來 但是等一下身下一定是很完整 很漂亮 外擴一米米的貼紙 就是跟外面 其實它們做貼紙是一樣的 有沒有 割的速度其實蠻快的 所以 完成 完成 完成之後呢 我們要搬開這個 把它抽出來 抽出來之後 我們從我們的 格子電撕下來 慢慢撕下來 慢慢撕下來 好 撕下來之後 有沒有 要怎麼看 我們的格子 我們貼紙有沒有 格漂亮 我們只要撕掉 我們的上層 有沒有 很漂亮的 這樣可以完整的撕下來 很好撕 我們來桌上撕 然後 我們現在 看小孩子最喜歡的就是吃一個T 你看它這個厚度很厚 厚度超厚 然後可以黏在任何地方 然後它很完整 外擴的一米米 對 我等一下也貼在水服上給大家 我要貼這個牛 你看 超美 這種就是外面人家做的一般的貼紙這樣子 當然還可以做更多 包裝紙和貼紙 一些車貼啊 還有企業LOGO的貼紙都可以做 我再貼一個 有沒有 這個厚度其實已經 大概有0.2 0.3米 來 這邊再貼一個 這都是防水喔 防潑水貼紙 好 那我們今天 格子機貼紙套餐就到這裡